关上门是父子 打开门是君臣 你就是储君 在朕的心里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这个国家的储君 如果这一次再做错了 打开门 面对天下百姓 朕无力救你 也无心救你 想这份尊荣 回予这份职责 也要担这份威胁 是 直到了没有退路 你还敢 承担这种后果吗 爹爹 臣这一次 绝对不会让陛下失望 陛下 臣 你 承担得起 承担得起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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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么小 对吧 这么小 让人担心 和害怕 昨天 我做了让你担忧的事 也说了 让你伤心的话 对不起 殿下 肯定有殿下的理由 一致 我也不知道别的人家 父亲和孩子都是怎么相处的 更何况我的身份 和别人家的儿子还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我也能够明白陛下 为何对我过分严苛 可就算这样 也还是会有愿望 还是会有委屈 也还是会害怕 这个孩子和我 最后会变成 我和陛下那样 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且 全都听殿下的 我到昨天晚上才知道 不管过去 有怎样的愿望 有怎样的委屈 只要他一句话 我就知足了 殿下 你说也许 就算是我做得不对 我们的孩子 也是会体谅我的 对吗 不过殿下放心 不过殿下放心 我们的孩子 一定是天下 最幸运的孩子 你和他懂事了 昨天的事情 一定要瞒着他 要告诉他 他的父亲 从头至尾 一直都很期待他 我 知道 啊 对 我 我 不过 我 我